大家好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今天的套餐友到 我是高松玉 经常有人讲呢 华裔移民在澳洲的社会地域不高 对此呢 我是一直不能苟同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呢 随着更多华裔移民来到澳洲之后呢 我们看到大家在学术行业 政界 商界 甚至资本行业呢 有非常多做的风生水起的华裔的移民 那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呢 就有这样一位华裔移民呢 再次登上了澳洲更多商业和财经类型媒体的头版头条 那他和他的太太在86年来到澳洲之后呢 从一家小型的电脑商店开始 最终打造了一个大型的电信的上市公司 他就是TPG这家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兼执行总裁Devil Thiel 那这个Thiel呢 应该在潮汕话里面就是姓张的这个意思 在5月初的时候呢 澳洲的海外投资新闻委员会FIRB呢 批准的TPG公司和涡达峰澳洲的合并 那这次合并之后呢 非常有可能会对澳洲的整个电信行业的格局产生重大的变化 那TPG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这个行业这个传统的电信行业是不是存在着继续投资这种机会呢 那包括TPG是不是本身值得我们投资的未来关注 这是今天想和大家一起进行探讨的主要的内容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次合并的两个主角TPG和涡达峰 好了 我们先来说一下涡达峰 涡达峰的全名呢 在澳洲叫做涡达峰 Hutchison Australia 简称呢 可以叫做VHA了 那正如其名呢 就是这家公司呢 是由两个公司的 这个两个公司的合资所创办的 那分别呢 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移动的巨头 网络巨头公司就涡达峰 group 另外一家呢 就是非常这个我们华人朋友很熟悉的 其实就是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 这个Hudson Holdings CK Hutchison Holdings的 这个也是作为其中的一个股东的 2009年的时候呢 这两家公司决定一起创建了这个VHA 那股份的具体的比重呢 是50%对50% 那么李嘉呢 在这个50%里面 持有90% 是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大型的股东了 尽管是有两个巨头的整体背书 但是涡达峰的在澳洲的表现 常年来讲呢 是比较差强人意的 我们可以通过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HTA 也就是Hudson的这个财报呢 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从2011年到现在呢 公司基本上都是在巨亏的 虽然18年有小幅度45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盈利 在19年的时候呢 就再次亏损了1.5亿澳元左右了 而且呢 其实换句话讲呢 澳洲整个这个行业的竞争呢 还是有一家独大的这样一个迹象呢 所以说 如果只是看乌达峰本身来讲的话呢 这家公司的确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投资的这个价值 而TPG就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情况了 那TPG呢 截止到5月18号收盘的时候呢 这家公司的股价是在7.34澳元 一股市值达到了68亿澳元的这个情况 说题TPG 我们就不得不再提一下 刚才所讲到的这位有点传奇的华人的这个移民 然后David呢 出生在马兰西亚 如同刚才所提到的 最早来到澳洲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做一个电脑出售和相关配件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随后TPG开始进军到了固定网络的这个市场 以转销一些产品为主 开始进入到这个市场了 到2005年TPG做了一个重大的商业的转变 就终止了电脑和配件的业务开始集中的在搭建自己的宽带网络 可以说是非常有有魄力和有远见的一个操作的方法 同内之后的三年的时间TPG的客户就超过了20万人 而且公司利润是接近了3000万 在三年时间实现呢 可谓来讲商业的运作能力是非常的强的 而之后这个张先生在资本市场运作能力呢 也是也是被大家是被大家所关注的 那TPG的整个的成功是离不开一系列的资本市场的操作的 09年的时候呢TPG先是进行了一次 进行一次这个借格上市吧 可以说是反向收购的那种方式 是收购了澳洲当时的上市公司叫做SP Telemedia 然后呢改名公司就叫做TPG Telecom 也就是现在我们澳洲上市的这个代码TPM的这个来源 那随后呢开始进行了可以说是眼花缭乱的一系列的资本操作 10年的时候呢先是收购了澳洲第三大的光纤网络商 叫做Pipe Network 然后11年收购了一家以政府和企业为主的通讯解决方 叫做Intrapower 然后到这个13年收购了Telecom New Zealand 然后到15年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家很著名的公司 IiNet也是被TPG然后进行去收购了一系列收购之后呢 打造了今天TPG业务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出行 那回到收购了这个事情本身来讲的话呢 其实在18年的时候呢 这个那个我们今天TPG和涡达凤呢就开始讨论在进行这次的这个合并 但是这个过程呢非常的不容易是是真的是一波三折的 在提出了合并之后呢 先是遭到了澳洲消费和竞争委员会ACCC的这样一个机构的否决 否决之后呢两家公司呢就对此呢进行了向澳洲的联邦法院进行仲裁 仲裁的过程呢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在仲裁胜诉了之后的话呢 又需要等待澳洲的海外投资金额委员会呢是允许这个事情的这个完成 那这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在五月份的时候呢 FRB呢是通过了这个事情的审核 下一步呢就要等到TPG自己的股东对此来进行去投票了 如果顺利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完成这件事情 这个过程已经是将近是实现了两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不过这次合并对两家公司来讲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这个战略意义的 第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战略意义呢 其实不论是从是业务上来讲还是从客户上来讲的 这两家公司呢都是有很大的就是互补性的 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博大丰呢其实在移动网络市场当中呢 是在澳洲是排名在第三的前面的就是Optus和Telstra 而如果是说是在固定的宽盖市场当中去的话呢 TBG是仅次于Telstra呢 但是在市场的第二名是有20%以上的这样的市场份额的 尽管澳洲这个市场中一定是Telstra一家独大的 但是第二的这个位置呢的确在细分领域当中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很有可能这次呢会变成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一个情况 让TBG和涡大丰合并之后成为移动通讯 甚至是固定网络通讯的这个市场当中的第二名 这一点来讲的确是存在一定的战略意义的 而另外一方面除了企业通效以外 我觉得另外一个重要的地方呢 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两家公司的自救 一方面乌达峰最近一段时间整体的财务的运营能力不是很强 而TBG呢其实在18年的时候遭受过一次重创 那就是当时华为的5G网络的这个搭建的被澳洲的进行否决了 而其实在之前TBG已经为了华为的这个业务呢进行了很多的准备 所以说其实在对ACCC的这个听证会上 其实TBG当时多次提到之所以要进行合并 就是因为有受到华为的5G事件的这样一个打击的一个情况 因此无论是业务合作还是自救上来讲呢 这次合并都是存在了战略意义的 从资本市场来看呢市场对此呢也是比较认可的 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 其实这两家公司的股价从18年到现在都是出现在上涨 那这个乌达峰的就是背后的股东HTA的股价呢 上涨了将近是1.2倍 而TBG的股价也是上涨了20%以上的这个情况了 那合并之后的TBG会成为这个传统领域当中的一个新的金矿吗 我觉得其实值得肯定的是呢 澳洲电信这个行业呢还是有增长性的 那么根据最近所看到的一些行业报告来讲呢 其实在未来这个行业本身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大小啊 还是不错的 而且呢增长性的也还是比较乐观的 在加工刚才所提到的 因为TELSTRA是一家独大 如果通过整合之后呢形成市场的第二 那的确市场的这个空间也还是不错的 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回头去看的是过去十几年 TBG整体的运营能力是非常强的 公司收入在十年中增长了五倍 利润上只超过了三倍 这个呢可见TBG整体的运营能力是不错的 从09年上市之后到现在为止 TBG的股价一度曾经上涨12倍 这个呢也的确为投资人士带来了比较丰厚的投资的 投资的整体的收益的 但如果我们去看一下 其实 TBG自己的一些估值参数 并不是非常的便宜 但是考虑到它的年化的销售啊 一直在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长 所以说的确现在这个股价呢 也并不算是非常的过分 那其实在完成未来的展望的话呢 TBG其实还是有一场硬仗要打的 那进行两家企业 不论说商业上如何体现出规模效应 还是说扭转沃达峰一直长期以来的这种亏损呢 都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的 不过相信这个作风一向是比较犀利的 单位的张先生呢 应该心理上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方案了 如果是能够这次整合 把李超人都没有办法做出盈利的 沃达峰带出泥潭呢 相信单位一定会在澳洲的电信行业 以及资本市场上都留下非常传奇的这样的名声了 很期待这次合并之后呢 能够为投资人带来一个传统行业中的新的金矿 当然我也更期待的是呢 澳洲在商界和资本行业当中能够出现更多的 像单位一样的这样的华人的旗帜了 这就今天给你带来节目 如果你想看这个节目的里面 我们所提到这些公司的走势图也好啊 财报的数据也好呢 欢迎你点击屏幕中的这个链接 来查看文字版的内容 然后呢也如果你想了解其他的 就是澳洲的公司或者是财经方面内容化 也请你给我们留言 我们会在未来继续给你带来更多的 有关的这方面的这种节目 谢谢您今天的观看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